2月29日周四,我们做一个A股的盘前分析 昨天市场出现了大幅的下跌,跌得挺凶狠的 那么超过9%跌幅达到了1000多只 那么超过5%跌幅达到3000多只,超过5000只股票在下跌 那么所有的指数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 那么在这种连续上涨之后,实际出现这种下跌也正常 只不过就是大跌的个股如此之多不太正常 那么市场的普遍的参与者呢 把这个猜测到什么这个小作为关于量化 有放开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实际呢,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 官方并没有明确的回复 实际呢,有些机构呢,倒回复了一下 但是这个不代表官方的意见 判断的没有回复,这个事情就没有确定性的知识 我们全切就把它当作一个市场当中的正常调整 在连续的大涨之后出现的这样的调整也属于正常 获利盘太多了,另外是涨的多了 所以说呢,也不用过分的游离 这地方的判断呢,这种穿头破脚的这种阴线呢 那么就意味着短线的高点的成立 那这个高点的级别呢,应该是上升途中的调整 但它在日线序列的高九之后呢,可能有点多少有点力度 大家注意一下防一下就可以了 我说现在小高点先防一下 至于调整到什么时候结束 或者今天结束或什么时候结束 那我们再看今天的盘总的表现 然后我们再做决定啊 另外2019年1月份的那波行情呢 它有一次这样的时候 就是也是就有了一天的调整 然后就结束了 我们看看今天的表现 今天虽然是周四啊 这个也不能太迷信有些时候啊 今天是29号 那么今天是收月线的 那么如果要是月线呢 假如说月线我们说要是在连续下跌之后 今天要正往上涨一涨 这是最好的 就能把这个月线完全给覆盖了 那是最好的 我们看一看生成纸还有创业版 生成纸呢没有覆盖 大家记住 它的今天长挺大一颗羊线才能覆盖 另外呢 创业版也没有覆盖 科创丸50呢也没有覆盖 实际昨天呢 它跌的挺多的啊 你看科创丸50跌了个3.18 那么前天呢 它涨了一个3.7 如果它昨天上涨 今天才是上涨的 那很可能就出现了月线的反包 那就底部就成了 是不是 但是呢也不要紧 3月份再涨一涨吧 把上面的给覆盖了 就算完事了 我们来看看板块啊 实际今天把分析板块呢 意义已经不算太大了 但是我们也要 简单看一看 看看主板那些东西能不能有点 稳住的迹象 关键要看主板的东西能不能稳住啊 科技题材这方面呢 恐怕还得调一调 我们先来看一看白酒 实际白酒昨天在盘中呢 上午它有点动作 只不过下午呢 随着这个指数下来了 那么从日线上看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一颗阳线出现之后 出现了几颗小 小阳小阴 这个地方是有可能随时起稳的 我们以为指数要点在稳呢 这个白酒的力量一定不能太小 再有就是个卷商 昨天这个卷商呢 盘中实际它是有动作的 看这地方都有一定的资金买入 看见这个地方都有 但是说呢 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变成了也没有太大的力量啊 这样的情况下 从日线上看呢 大家注意 这个那就得必须得收复了 才能继续上行啊 看起来呢 它还是有点难度 是吧 那我们看几个相对抗跌的 昨天电力呢 一度是有表现的 它是多头排列啊 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呢 就做一个整理 现在现在进行一个震荡整理 这种震荡整理呢 它要等明确结束的信号之后 才能从实这样的声势啊 还有银行呢 银行昨天实际也是一户盘的 盘中呢 也出现了一定的表现 大家看一看 一度还不错呢 它尾盘回落的少一些啊 它呢 一直是表现的比较强的啊 那么在经过几天的调整之后 它能不能从事省市 还有什么白酒啊 券商啊 保险啊 包括这些煤炭啊 什么电力啊 这些品种 大家多少要注意点啊 这是几个 这几个主板的几个品种 我们再来看几个下跌的 那这种呢 这个阴线 这就是倾盆大雨的K线组合 就是这种呢 那它就得调整调整 还有这个通讯呢 前天表现的非常强势 昨天这颗阴线 基本把前天这个阳线给包住了 前天涨了接近7% 昨天直接跌了个6% 那这样 那调整的态势 那么前天又多的嫌疑就挺大的 就是这个位置 还是说 有点瑕疵 这地方整个之后 调整结束之后 我认为通讯设备这个板块呢 还应该是反弹的主义军 但是我们要等一等它调整结束的系统 大家注意 像这样的K线组合 像K线什么科创芯片呢 示范是天阳下雨的这种K线组合 我们呢 都要多少小心 你看智能汽车呀 什么工业母机呀 工业母机呀 还有机器人等等呢 就是这个方向呢 还是说设备更新改造 大前天那天 大前天 就是说上周那边 有利好出现大幅的高开 这个缺毁也快补了 这样来讲呢 这就是形成了一个顶分形的这样一个动作 估计短线呢 还会调整 示范这样的K线 你看这个大数据呢 还没有把阳线吃掉 但它这个呢 你可以理解为 它也是一个乌云盖顶的一个走势 就是可以理解为乌云盖顶 乌云盖顶是完全在上面 但这也可以理解为乌云密布 也是调整的态势 现在看起来很多品种都是这样的 就包括昨天的游戏 盘种一路涨了四个多点 后来跌了接近四个点 实际这种走势呢 意味着今天的调整可能还会延续 这样科技股呢 可能会暂时修整修整 不过一切呢 没有完全不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一切皆有可能 那我们关键看今天盘种怎么表现 我的意思呢 在这地方我们先采取防守的策略 先防一防 我们反正小散户加仓减仓也方便 是吧 十多个数十多秒 一秒钟两秒钟就能进去 所以说不用着急 等个方向明确之后 我们再来参与这个市场 先修整修整啊 10点20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看盘 谢谢大家